Hello,我是小B 今天換了一個新的環境 跟大家拍片見面 我現在身處的地方就是BBS的房間 遲下有機會再跟大家參觀一下他們的房間 先說回今天這條影片 今天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 我新屋入貨之後添置了一些新的家電 我究竟用了他們這兩個月後 有什麼用後感 第一件要說的就是電子密碼門鎖 話說我們在舊屋是用了Samsung的密碼鎖 我們搬到新屋的時候 就會是一個傳統的門鎖 當時我們就很天真地想 我們進了貨之後 就找師傅去舊屋那裡拆了密碼鎖出來 然後新屋這個鎖 就可以跟舊屋相對換用 整件事就會很完美地完成 但我們才發現原來這件事是不合理的 如果真的要把兩個門鎖這樣對調 其實價錢差不多可以讓我們買過一個新的門鎖 所以最終我們就不要這樣做 就留下密碼鎖在舊屋那邊 新屋這邊就換了另外一個電子密碼鎖 這個密碼鎖跟市面上一般的密碼鎖都幾不同的 首先它開門的方式是有誤重的 包括可以用手指毛去開門 拍卡 接著加密碼 鎖匙 還有它可以用它的APP 去做到一個遙控遠距離開門 用指紋開鎖 它都不是一般那麼簡單 說有指紋就可以開得到 因為它是要用一個活體指紋的技術 即是如果你切了我的手指 去開的話是絕對開不到 因為它不是一個活體的指紋 用密碼開鎖 它們都不是那麼簡單的事 因為它們有一個專利叫Pingini的技術 當你入密碼的時候 它每次就會彈出四個圈圈 而每個圈圈裡面就會有三個數字 接著你就可以按自己設定密碼 它最神奇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這四個圈圈 它每一次的數字走位都會不同 所以就算有人站在你旁邊看著你入密碼 它都很難可以猜得到 究竟你的密碼實際是什麼 至於它用鎖匙或者拍卡 這兩樣方法開門就很簡單 不需要特別說 但是它最後有一個叫做 靈線密碼的功能 它就可以讓你遙控 遠距離開鎖 安裝了它們的門鎖之後 你就可以下載它們的apps 然後用那個apps 你就可以設置一次性的密碼 去送給你自己要給的人 即是可能 剛好你不記得拿東西 然後你叫朋友上你家裡 幫你拿點東西 那你就可以把一次性的密碼 傳給你朋友 然後你朋友 就用那一組的密碼 進入屋 又或者你請了終點姐姐 而你不想把自己家裡的密碼 真的告訴她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離線密碼的功能 去把這一組的密碼傳給她 就可以設定在特定的時間 日子 讓她用這一組的密碼 進入你家裡 去幫你做清潔 另外用他們的apps 你也可以看這個門鎖的出入紀錄 整件事變得很智能 以及很高科技 這個門鎖 我自己覺得是蠻好用的 雖然我自己用的廁所不多 因為我真的很少外出 韜叔叔每天都要用 因為他要上班 他自己對這個門鎖的評價也是不錯的 第二樣就是 Iris Oyama IH電磁爐 這個電磁爐 本身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因為我純粹在家裡沒有這個電磁爐 而我本身就想家裡有一個漂亮的電磁爐 我不想買普通黑色一塊的 所以就買了這個電磁爐 它本身的外型很漂亮 它有粉紅色、粉藍色和米白色的設計 我就選了粉紅色來買 我用了幾次之後 我覺得它除了外型漂亮之外 其實它的火力也挺足夠的 我通常都是用1度至3度 我未試過開超過3度 因為它去到3度的時候 就算是火鍋 就算是火鍋 其實它也很滾 它本身跟著那個鍋 就有3米的容量 所以普通 兩個人用來火鍋的話 就會嫌它大一點點 但如果家裡有5、6個人一起去用的話 其實這個尺寸應該會不錯 而且那個鍋 除了可以用來火鍋之外 它可以用來炒東西、煮東西吃 但我猜它只可以輕輕去煮過一種 你不可以依靠它去代替真正的鍋 來煎炒煮炸 第三樣這個 真的很多很多很多人 DM 問我好不好用 就是一個精器清洗機 清洗機 清洗機 自從疫症之後 對家裡的清潔都會有很多 再加上現在我自己全職去找BBS 就沒有工人姐姐 所有的清潔都是自己來的時候 自己就會更加特別去上心 去想怎樣去做好一點 記得在疫症初期 大家都會瘋狂地搶購漂白水 和滴露的消毒藥水去清潔家裡 不過大家都知道 這些清潔用品 對小朋友來說都不太好 這部機只用清水 轉化它做高溫的精器 去幫你深層清潔家裡 用了它之後 我九成的時間都不會用任何清潔劑去清潔 只是單靠它這個高溫的精器技術 去幫我拖地 抹它們的滑滑梯 油氣墊 網上它說這部機 可以幫你殺死多達99.999的病毒 和99.9%的細菌 是說得非常厲害 但到底怎樣可以做到它這個 這麼強的殺菌和消毒效果呢 就是要你把那部機 開到最大的精氣力度 然後定點30秒 這樣就可以做到 但你拖地的時候 絕對不會逐寸 逐寸定點30秒去拖 如果真的這樣拖 究竟可以拖多久才拖完房子呢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興趣買這部機的話 就不要給它這幾個字 去騙到 除非你告訴我 你清潔的時候 你真的會 每一個地方都定點30秒 高溫去到精氣去清潔它 如果不是的話 你基本上是不會做到這個效果 但用它的時候 我就會比 以前就這樣用地拖 我會拖得慢了 雖然我不會定點30秒 但我都會慢慢慢慢來 而且我每一個地方 會是內回 重複幾次去拖 用了它這幾個月之後 我覺得用它來拖地的感覺是不錯的 因為它令到我可以不需要用清潔劑 我覺得對BBS 對我們自己的身體都會好一點 但用它來拖地 其實都會花費多一點的力氣 會辛苦一點 如果你本身是沒有這個耐性去做家務的話 我就不建議你去買這部機 好像它拖地的頭 是方便你可以深入一些 沙發底的塞進去去抹 但因為它的頭太順了 所以有時候用多一點力 可能你想向前轉彎 韜叔叔有時候放街幫我拖地的時候 他就會拖到發脾氣 因為他就覺得 這麼難用啊 好像這麼不受控制的那些 如果你是沒有這麼多耐性去做家務的話 就不要考慮要買這部機 第四樣要說就是洗碗碟機 洗碗碟機也是很經典 因為現在是沒有光人姐姐 所以我們所有家務都要自己來 所以我們當初已經決定了 如果要搬新屋的話 是必須要裝這個洗碗碟機的 因為真的想可以幫輕一下自己 就是可以幫多少 那為什麼我會選擇買這部的洗碗碟機呢 首先因為它的外形是白色 那時候裝修呢 我選了一個廚櫃 會是這個粉綠色 Tiffany Blue 這樣的顏色 所以我就想我的焗爐 洗碗碟機啊 洗衣機啊 就是所有東西都會是白色 那就不要突然凸出一個黑色的東西 去影響這個外觀 那接著就看到這個洗碗碟機的容量 還有它的功能好像都不錯 而且它的價錢也不貴 所以我們就選了買它 它做洗碗的功能都是正正常常不錯 因為我第一次用洗碗碟機 所以我沒有比較過情況下 我不知道它洗碗的情況屬於好啊 還是不好啊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都正正常常都沒什麼問題 因為洗完的東西都乾淨 沒有很多殘渣在這裡 也不會洗完之後油塌塌 而且它的尺寸呢 它本身是給六人家庭 它是說可以洗到六套的碗碟的 所以這個尺寸對我們家來說 都是絕對夠用的 但它就有一個很大的很大的問題就是 它是沒有控干功能 唉 這件事呢 我也不知道是怪自己的蠢 還是怎樣 這次我們搬新屋 因為我要照顧BBS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很多事情都要在網上去搞定 在我的網站介紹 它也是有一個控干功能 好像是A級還是A加的 然後我也打過電話去問 一些電器店的銷售 他們也跟我介紹的時候 都是說這部機器是有控干功能的 但是買回來之後 好像兩個星期左右 我發覺每次洗完碗 它都濕濕的 然後我就打電話去他們的CS 去問 他們就說 是有控干功能的 如果是那不如我幫你 約師傅上來維修 看看是什麼問題 分別對過他們 好像四、五位同事 他們每一個告訴我 都是有控干功能的 直到維修那天 師傅打電話給我 他問 小姐 你的機器有什麼問題 他說 我說我的機器 控干不了 那些碗碟不會乾 然後他說 你的機器沒有控干功能 我說沒有? 他說沒有 他說沒有 我說但你們 CS、TS 你們四、五位同事和我的對話 都告訴我 這部機器是有控干功能的 他們搞錯了 你的機器沒有控干功能的 然後就是 就是這樣 所以 原來 我看了這麼多資料 問了這麼多人 之後 我也是買了一個 是沒有控干功能的 洗碗碟機回來 為什麼會這樣 大家如果真的有機會 你們需要買洗碗碟機的時候 麻煩真的查清楚 問清楚 其實我也有查到有問到 總之就是 大家小心一點 希望大家也可以買到一部 真的適合自己心水的洗碗碟機 祝大家好運 最後 一樣要說的 就是我的 蒸焗爐 這個牌子的電器 很喜歡跟一些設計師合作 去設計 所以它的外型 是真的很漂亮 不能挑剔 又是我想要的白色 尺寸又夠 它有50公升 然後它的火力也很足夠 拿來蒸東西 焗東西 做蒸焗 其實都很好的 它還可以做到低溫慢煮 還有它的水箱容量很大 有1.3升 這部機表面上 還有實際功能上 好像都沒有什麼可以挑剔 都可以買得乾 對不對 但是呢 我想說 它從11月初送來 到現在 快到1月底 這部機 它壞過很多次 只是師傅上來維修 都上來三次了 它壞了什麼呢 它是電腦板 按不到按鈕 第一次是聖誕節 前一星期上來維修 師傅維修完之後 就說電腦板進了層 有點髒 所以我幫你清潔之後 就沒事了 它走了之後就沒事了 然後隔了兩三星期左右 它又按不到電腦板的按鈕 接著我打過去又約師傅上來 它就1月初上來 師傅就說 可能因為你用得多 但是你可以試試 當它按不到的時候 你就拔一拔它的插鬚 再插回它 就好像電腦搏機一樣 搏一搏機 它就用得到 真的 你拔了它之後 再插回它 就沒問題了 但是師傅就說 如果這個情況出現得太頻密 你就要再叫人上來維修 看看有什麼問題 然後它走了之後 我想一個星期有沒有 它又按不到 這個拔插鬚 插回插鬚的動作 在它1月初 維修完之後 到今天 我想 起碼再出現了 七八次左右 然後我就忍不住 再打電話 叫它維修 前天 再有師傅上來做我維修 這次 它就幫我整塊電腦版 換了它 換完之後 昨晚 它又按不到 你不明白我多無奈 這部機 用了三個月都沒有 但它電腦版按不到 這部的次數 可能也有20次 因為真的太過分 你會壞得太頻密 太過分 所以如果大家對這部機 有興趣的話 千萬不要買 因為我不知道 這部機的問題 我不知道是個別事件 還是它這部品牌的電器 會是這樣 到底在哪裡出現了問題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就 大家問我推不推薦它 我是不推薦 我是否說流行 應該都介紹得很詳細了吧 哈哈 電器的東西始終都不在行 所以拍這些影片 我也會很怕自己 說得很不專業 或者說很多廢話 大家看完之後 接收不到什麼資訊 那 對 那今天這部影片就 先到這裡 我現在要出去煮飯了 太陽也差不多下午了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今天時間一下 細烈 點刀